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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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带上了爸爸的照片 课堂上老师讲古代玛雅人认为在日泉时进行祭祀仪式会更灵验 一个主意在威罗尼卡心中暗暗决定下来 日泉时即将到来 学校组织大家在室外观看 威罗尼卡却带着通灵板与两个同学一起偷偷进入地下杂货室 两个同学有说有笑 仅仅认为是一个游戏 但是威罗尼卡却想通过这个仪式见到父亲 随着日泉时的开始 三人的通灵游戏也开始了 三人将食指放在通灵板上的倒置的玻璃杯上 本以为又是个刺激的小游戏 但这次不一样 仪式开始不久 通灵板就有了回应 玻璃杯移动了 两个同学还以为是谁的恶作剧 但三人都说不是自己 仪式继续 威罗尼卡问是她的父亲吗 但玻璃杯通过在通灵板上的移动告诉她 她是监视者 突然玻璃杯发烫 两个同学痛得抽回手 但是威罗尼卡像是没有感觉一样 玻璃杯快速的移动后破了 威罗尼卡的手指也破了 滴下了几滴血 突然通灵板燃起火 威罗尼卡倒在了地上 两个同学乱作一团 慌忙将火扑灭 发现通灵板裂成两半 他们两个注意到 倒在地上的威罗尼卡 威罗尼卡嘴上在说些什么 长发同学爬上去听她说什么 却被吓得站了起来 突然威罗尼卡直起身 张大嘴叫着 画面一转 威罗尼卡躺在医务室 医生联系不上她的母亲 在她醒后 问了她几句话 便让她回教室了 放学后 一起通灵的两个同学 也没有等她 接到弟弟妹妹后 妹妹说瞎子修女找她有事 威罗尼卡抬头 看到修女在楼上的窗户上 注视着她 但是修女明明已经瞎了 威罗尼卡没有注意 带着弟弟妹妹去了披萨店 但是店里客人很多 妈妈很忙碌 威罗尼卡想和妈妈说些什么 但是妈妈太忙了 没有时间 没有办法 威罗尼卡带着弟弟妹妹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 她将放着通灵版的书包 放到柜子上 但是刚转过身 书包就掉了下来 起初威罗尼卡不在意 但是她再次把书包放到柜子上之后 书包又掉了下来 如此反复了三四次 威罗尼卡只能将书包藏在床下 吃饭时 威罗尼卡仿佛不受控制 拿叉子的手一直在抖 她始终无法将食物送进嘴里 受到惊吓的妹妹艾琳 把手中的牛奶掉在地上 洒落的牛奶流的到处都是 碰到威罗尼卡的脚后 威罗尼卡才清醒过来 但是她对刚才的事情没有任何印象 她去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自己左肩上有一块浴青 夜晚 威罗尼卡给弟弟洗澡时 听到自己的卧室有异响 她还以为是妹妹在捣乱 但是她看到两个妹妹都在客厅 她意识到有点不对 当威罗尼卡回到卧室查看时 房间门却突然关上了 卫生间洗澡的弟弟叫了起来 她慌忙的打开门跑回去 发现洗澡水被调得滚烫 弟弟的皮肤都被烫红了 安抚我弟弟睡觉时 弟弟模模糊糊的说 不是你开的水龙头吗 威罗尼卡愣住了 却也没有在意 她洗盘子时看到了玻璃杯 想起了白天做的通灵游戏 突然客厅的电视机 莫名其妙的打开了 威罗尼卡关闭了电视机 离开了客厅 但她没有注意到 背后玻璃门有一个黑影 当晚威罗尼卡做了个噩梦 梦中弟弟妹妹躲在柜子中 她打开门 他们却视而不见 而且她被黑色的手困在床上 一双黑色的手伸进她的嘴里 威罗尼卡被吓得醒了过来 弟弟妹妹站在床边 说又尿床了 威罗尼卡松了一口气 她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八点半了 她慌忙带着弟弟妹妹 奔向学校 在学校 威罗尼卡上课时 借口上厕所 又来到了地下杂货室 找父亲的照片 瞎子修女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她说 当你去别人家做客 屋里摆满了佳肴 你会是什么样的想法 修女一边抽着烟一边说着 瞎子修女虽然看不到 但是却问 你手里拿着什么 并表示不一定要用眼睛看东西 威罗尼卡拿着的是通灵板 修女拿了过来摸了摸后 说你们在这里做的事情很危险 威罗尼卡表示 只是想和爸爸说说话 但修女说 重点不是你想和谁说话 而是谁要和你说话 修女还表示 威罗尼卡要保护自己的弟弟妹妹 因为这里有东西 回应了威罗尼卡的召唤 说完让威罗尼卡回去教室 威罗尼卡走后 修女默默的说 也许你可以逃过一劫 下学后 威罗尼卡招呼长发女同学 并提起昨天的事 女同学仍然坚持说 是威罗尼卡在自己乱动玻璃杯 但是她的神色显然在掩饰着 正说着 另一个人招呼长发女同学 抓点时间要出去玩了 威罗尼卡表示 为什么不叫她 女同学说 你要照顾弟弟妹妹没有时间 威罗尼卡很落寞 带着弟弟妹妹回家了 家中弟弟妹妹在做作业时 威罗尼卡打开了一本神秘学杂志 她把其中的法印拖一下来 贴在弟弟妹妹的房间中 看来她相信了瞎子兄女的话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原来是楼上的住户 让他们来安静一点 并抱怨威罗尼卡家太潮湿了 让她家的天花板都发霉了 夜晚 威罗尼卡用对讲机说话时 透过窗户看到 黑色人影走向妹妹的房间 威罗尼卡急忙冲向妹妹的房间 打开灯后 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当她转身准备离去时 一双手形状的黑影 沿着墙壁靠近床上的两个妹妹 挂在天花板上的法印也燃烧了起来 慌张的威罗尼卡准备去救妹妹时发现 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 无法动弹 而那双黑色焦炭一样的手 也掐向她的妹妹 两个人都尖叫起来 伴随着对讲机的脱落 威罗尼卡也恢复了自由 急忙上前去救妹妹 被吵醒的另一个妹妹 并没有看到其他人 威罗尼卡不放心 让众人和她一起去客厅睡觉 客厅里妹妹问她为什么要掐我 威罗尼卡表示没有掐她 她只是在保护她 半夜威罗尼卡被吵醒 一个黑影逐渐接近房门 威罗尼卡紧张的拿起十字架 房门被打开 原来是妈妈回来了 但是妈妈根本不关心 他们经历了什么 她只是想让威罗尼卡懂事 替她分担一些家务 当晚威罗尼卡又做了噩梦 清晨她被惊醒 伴随着而来的是 威罗尼卡的第一次大姨妈 当她清洗床垫时 发现床垫下布满了发霉的物质 在威罗尼卡慌乱的时候 弟弟说见到爸爸了 爸爸要带他们去另一个世界 威罗尼卡意识到事情不对 她叮嘱弟弟再看到爸爸时 不要相信她的话 要捂着耳朵叫她的名字 转过身她发现 弟弟的床下也布满了霉菌 她又翻开了妹妹的床垫 发现都是这样 威罗尼卡立刻慌了 她带着弟弟妹妹来到妈妈的披萨店 自己独自到学校 找瞎子修女寻求帮助 谈话间修女也说出她瞎眼的秘密 原来多年前 她就发现自己可以看到一些鬼怪 她以为自己瞎了就看不到了 结果并不是如此 威罗尼卡问修女如何让鬼魂离开 修女表示 你是怎么让她来的 就怎么让她走 一定要在结束的时候说再见 原来鬼魂跟着威罗尼卡的原因 是没有在结束时跟对方道别 威罗尼卡急忙去找她的两个同学 希望他们再玩一次同龄游戏 以送走这个鬼魂 但显然两个同学不想再碰这个东西 而威罗尼卡也被赶了出去 长发女同学可能良心发现跟了出来 说出了那天她听到的话 原来威罗尼卡那天说 自己将在第三天死去 失魂落魄的威罗尼卡来到披萨店 希望妈妈今天可以早点在家陪他们 但妈妈觉得她在无理取闹 让威罗尼卡带着弟弟妹妹回家去 回到家的威罗尼卡明白 破解的方法只有再玩一次同龄游戏 她决定带着两个妹妹一起完成这个仪式 威罗尼卡让弟弟在墙上画法印 自己把通龄板粘了起来 通龄仪式一开始就立刻有了回应 威罗尼卡大声说道 你在吗 我们是来和你道别的 你必须尽快离开 但是玻璃杯却一向no 威罗尼卡意识到不妙急忙查看说明书 书上记载 如果想让对方离去 需要念咒语或唱歌 但威罗尼卡不会念咒语 于是姐妹三人一起唱起了歌 但刚一开口 房间四周就震了起来 蜡烛也被吹灭 玻璃杯也直直的滚向威罗尼卡的卧室 跟着玻璃杯走进卧室的女主 被床垫里伸出的一只黑手抓住了 虽然威罗尼卡奋力挣脱了黑手 但黑影人却钻住了床垫 威罗尼卡慌忙冲出卧室 重重地关上房门 然后带着弟弟妹妹拨通了报警电话 从这里开始就恰好接上了 影片开头警局接到报警电话的一幕 这在打电话的威罗尼卡 突然看到了弟弟被抓住了卫生间 他不过一切地砸开卫生间的门 冲了进去 但奇怪的是 弟弟毫发无声地坐在那里 威罗尼卡也顾不得许多 抱起弟弟便和妹妹一起逃出家门 他们跑到楼下时 威罗尼卡发现自己抱了一团空气 意识到被耍了 弟弟还在楼上 威罗尼卡急忙返回家中 另一边 披萨店中的母亲看到了 后续增援中的大量警车 奔向她家的方向 终于也慌了 不顾一切地往家跑 返回家中的威罗尼卡 看到弟弟被拉入了浴池中 急忙上前却被一掌打飞 撞向洗手镜 抬起头却被自己吓了一愣 原来镜子中已是另外一副模样 这个时候弟弟赶紧跑了出去 威罗尼卡捡起一块玻璃碎片跟了上去 而那个焦他慢的黑影人正跟在身后 威罗尼卡走进卧室 身后也关了起来 黑影人又沿着墙壁打开了木柜 弟弟就在里面 但威罗尼卡就在弟弟面前 弟弟却捂着耳朵叫他的名字 威罗尼卡恍然大悟 根本没有黑影去烫弟弟 也没有黑影去掐妹妹 原来威罗尼卡已经被附身 这些事情都是他做的 意识到这个问题 威罗尼卡决定自杀 但他再次不受控制 并伴随着身体后仰 黑影出现 并把自己的手伸进威罗尼卡的嘴里 这时警方赶到 正好看到威罗尼卡后仰到底的一幕 威罗尼卡被拉上了救护车 老刑警勘查现场时 发现了威罗尼卡的照片 他拿起来想查看一番 却像被吸走一样掉在地上 并且照片燃烧起来 这时电话响起 威罗尼卡抢救无效死亡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该电影中规中矩 氛围和剧情都一般般 但好看就好看在 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就好像代入感很强 也是很值得一看 好了我是阿布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